来看到花莲市这一次有8名的选手在113年全中运赛事当中 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亮眼夺牌 市长为家宴除了是肯定选手为自己争取最高荣誉 也特别期盼他们未来能够在任何的竞赛里持续保持优异的成绩 有机会披上国家战袍为花莲以及国家争光 花莲市这次有8名选手在113年全中运赛事 及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中亮眼夺牌 项目包括射箭空手道跳远跆拳道及保龄球等等 市长为家宴除了肯定选手为自己争取最高荣耀 也颁证奖状及奖励金 那也希望说我们学校都可以来公所这边 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探讨 未来孩子们在学校需要什么 我们都尽量的帮他们做一个募集 不管是在公司行号或是社团等等 我们都尽其可能的去替孩子们争取更多更大的一个资源 最后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获奖的孩子们大家加油 那我们也都知道 有的孩子要去很多的一个选手村去做一个集训 那在这边也祝福他们 未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或许在座的都会成为奥运的一个国手 选手们拿下好成绩 心里想说的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保持谦卑态度 懂得饮水失源 各自努力再创个人巅峰 而公所也将成为选手们强而有力的后盾 期待大家都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持续发光发热 记者 许立琴 华林市报导